难道现在的美甲店也被锁定了吗 来看日前有一名女子到新北市板桥 一间美甲店做指甲 站着卸甲时间 手上都还包着洗脖子 竟然在这个时候走到设计师的座位 下手来行窃 偷了千元大钞 而这名窃贼原本是做1700块的美甲 偷了1000元之后呢 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做指甲 付了钱才离开 等于帮自己省了700元打折扣了 遭窃的设计师相当傻眼 美甲店里女子手指包着洗脖子 一边等卸甲一边在店里走来走去 店员以为她只是活动筋骨 没想到女子却鬼鬼祟祟贴着墙壁 走到设计师的座位 左顾右盼从包包内拿出蓝色的千元大钞 伸手还想偷第二次 发现有店员经过赶紧收手 若无其事走回位置上 偷了1000 第一次的时候摸到1000 然后得手之后 他就先把它放在包包里面 然后假装没事再观察一下之后 然后再偷第二次 可是第二次的时候 他一直在注意 然后我同事刚好来上班 他可能有看到 所以第二次就没有得逞 女子刚进到美甲店时 就借着喝水 不断观察店内的监视器 以为是死角 没想到恶行恶状 全被其他监视器露了下来 他就进来的时候 然后到我们那边 有个监视器的位置 然后他就是有稍微瞄一下 他以为那边是死角 结果他不知道后面 还有一只监视器 2号中午12点多 在新北市板桥 这名黄姓女子 趁着做美甲的卸甲时间 设计师刚好离开位置上 眼看没人注意 女子就走向设计师座位 从包包偷了1000元 随后还继续把指甲做完 等于1700块的美甲 只花了700元 帮自己打折扣 很夸张 因为他这边做的时间蛮长的 那你如果今天不是灌饭的话 一般可能会心虚还是什么 他也跟我们设计师聊得很开心 被害人下班才发现钱不见了 但由于嫌犯是走路到工作室 西方目前还要调约监视器 揪出这名窃贼 美甲店老板也强调 还好店内有八支监视器 原本是要拿来防范纠纷 意外拍到小偷 也让这名嫌犯无所遁形 据陈嘉明苏佩宇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采访报道